主播柯文哲身边的橘子 有很多能够打听到橘子下落的人士 就回报了 他们说橘子不打算回来台湾了 奇怪了 阿伯没贪污 橘子有责任回台 来证明柯文哲的清白不是吗 难道橘子不能证明阿伯是清白的吗 而前永丰营的总经理 黄国昌吹哨者协会的伙伴张靖元 这个角色也扶上了台面 他的专长是处理海外资产 会不会张靖元才是扮演比橘子 更灵魂更关键的角色呢 稍后我们进一步来分析